之前被1968列入警示点的七星潭风景区 鲤鱼潭观景台新天堂乐园 连续三天的游客量是零零星星 虽然有不少是家庭的出游 但是摊商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人潮就少了 就算是连续假期期间 游客量还没有往日来得多 五一年假期间 华联观工业住房率有好有差 住房率好的只有七至八成 甚至于仅止三到四成左右 而鲤鱼潭脚踏传业者 也只有往年连续假期的两成 就业者认为是受到了当初 1968人潮警示APP的影响 这一次的五一劳动节 几乎是没有什么人潮 因为防疫中心他们宣布 鲤鱼潭观景台这边有疫情 积极的地方 不让游客积极的地方 所以是否影响到整个离坛来花莲玩的 一个游客的注意 这样子 所以大概少了多少成 少了七成 那这三天大概业绩呢 业绩差很多 差很多啊 跟以往比较起来呢 以往差到六七成啊 六七成就对了 所以都没有游客进来 没有没有 五一连假第一天上午气温高 且无下雨 台九线车辆有明显增加 交通顺畅 但是各景点出现的人潮 也仅是花莲在地人 与去年连假动不动五六百人在流动 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餐饮店以及小吃 商店游客光顾的几率 确实非常少 原因就是外地客来到花莲的人数相当少 也就无法带动当地观光业者的消费量能 鲤潭风景区业者 还是希望观光部门能够给予更多的协助 拉台游客的到访 记者林杰 寿峰采访报道